主席有请主委 请主委答讯 江委员长 我想今天到现在为止 很多委员都绕着这个 采决合作的上面的 来请教主委 所以同样的 因为这段时间有关视频会认大家的安全的问题 所以大家都非常的关心 那从 这个你们的新闻稿也好 从媒体的报道也好 这次跟付费箱合作 是产学合作的一部分 是 由台大申请 对 对不对 那你们补助了五十几万 是 付费箱是补助了三十几万 他自己出了三十几万 那现在呢 勾了是两年之内不能公开 是 对不对 那两年之内不能公开 就是说 他的研究报告 在两年之内不能对外公开 是 那两年之内这份报告在做什么 他也许还需要有一些科学上的再确认等等 他也许等待投稿 他也许申请专利 等到那个 要等待专利局的回应 那也许 这两年当中付费箱自己拿了研究报告去做他自己的产品 所以就像今天算现在所发生的问题出来 会不会 有可能 这个两年之内不得对外 是教授自己本身来勾选的 是 所以你们66.7%的产学合作的计划 都是一到两年之内不能对外 那这个东西也涉及到一个问题 今天 富费箱出了三十几万 国费会出了五十几万 就表示国费会出了三分之二以上的经费 对不对 那研究出来的结果 跟公共财有没有关系 这个有没有涉及到公共财的概念的问题 今天就是国家的钱超过了一半以上 而研究出来的结果 不能对外公布 包括国费会自己都不知道内容 可是这两年当中 很可能厂商自己拿去做他的相关的产品的研发 或者参观产品的研究 那这两年当中 多属于富费箱所有 而不属于社会大众所有 那也许有些研究报告出来 过了两年公布以后 整个研究报告已经没有用了 对不对 那所以这个 有没有涉及到公共财的问题 我跟委员报告 所有的产学合作都是 都是理论上都要对产业有利的 对 产学就是这样子 那关键就是有没有公共利益 对 而且对产业有利 有没有对社会大众民众有利 所以这个是一个判断问题 对 就是台大和台积电合作 那一定对台积电有利 对 所以两年之内不公开 结果台积电和台大一起去申请专利等等 那对台积电有利 我们不会谴责他 但是现在的问题就是 这个公司现在出了问题 他有混用油 但那件事情我们是可以检讨的 就是我刚才林家隆委员还是谁 陈宁明委员的建议就是说 跟公共利益有关 我们要增加一个怎么样的程序 就这个研究报告 虽然他在两年之内不公开 但是他只要跟公共利益有关 经过什么样的了解程序 是可以强迫他公开 我觉得这个是可以去努力的 而且还有两年不能公开 就是教授自己来决定 那是教授决定两年不能公开 就不能公开 教授说可以公开就可以公开 还是说厂企业说两年不能公开 教授就勾一个两年不能公开 到底是谁的意思 我们在资料上 国家会也应该在日后产学合作的计划里面 要思考的一个问题 是 你这个计划到底能不能公开 是谁来认定 是厂商业者来认定 还是教授来认定 还是国家会来认定 这个智慧财产权 是那个研究者 所以 可是钱是我们政府补助的 是全体纳税利物的钱补助下去的东西 对 那在这种情况下 如果跟社会大众的安全卫生有关的东西的时候 我们应该怎么去处理 我想这跟一般制裁权的观念是一致的 一般制裁权是说 那个制裁权是当事人的 但是牵涉到公共利益的时候 我们有一些过程会让他公开 所以我就刚刚讲到 这个公共财的问题 是 概念的问题 是 因为我们毕竟出自一半以上 是 如果我们只是小额的百分 小比例的补助 那当然我们要尊重大多数的 可是我们超过了一半以上 那当然我们政府来讲 有某种权度 限度的权力在这边 对不对 委员报告 就算我们没有出一半钱 但他牵涉到公共利益 还是有一定的程序 那你准备要怎么处理 我们要去研究他 什么时候可以研究出来 我知道这个研究 这个东西很难拿捏的了 可是总要有一个时间性 你准备怎么样去做 什么时候大概有一个初步的 因为你马上我们要审 你的产学合作的计划了 对不对 那以这个101年 你产学合作的是835件 补助的金额是7.76亿 将近8亿 102年到现在是515件 补助的金额 也差不多是将近6亿 所以每年有这么多的金额在这边 而这些金额出来的东西 如果是跟公共利益有关的 难道竟然真的是要到两年以后 才能知道吗 当然不是 对 那我们这个机制要怎么去改变 什么时候可以改变 是从明年就开始改变 还是从现在就开始改变 还是永远不改变 委员给我三个礼拜时间可以吗 我一定做一个报告出来 好 那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过去我们每年都补助了 这十几亿 研究出来的报告像我刚刚讲过 去年八百多件 今年五百多件 这些研究报告出来以后 国家会有什么用途 就摆在阁楼里面 党案室里面 数字高格 不是 他有一个 我记得我以前自己做计划的时候 他有一个表格说 你这个计划可以给哪些部会参考 那我们都会转送那些部会的 即使像这个案子 我们只要委员要 我们都把那个报告给他 我也打电话给法务部长 提供给检察官参考 虽然他是ABCD 我看不出来是哪些厂商 但是我们把所有的过程都 给相关单位参考 对 是这个事情是因为 现在媒体有爆出来 大家才知道有这个研究结果 那一般来讲的话 你这一千多件 这两年就一千多件的研究报告 没有人知道你研究写什么东西 也没有人知道写什么东西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 我们国家会有没有这一个机制 就是当过去这些研究报告 我们补助他们的研究报告 我们国家会 他一定会送报告给我们国家会 这样他账户才能够报销 当我们国家会收到了这些研究报告以后 我们怎么后续去处理这些事情 我记得是有的 我们怎么去利用这些报告 是 我记得是有的 那个当事人他可以说 这个东西经济部 他要给经济部财政部 我们就会把它转给 他自己也希望他的研究成果 能够对一些部会有影响 如果他不写的话呢 不写 我们 我是觉得国家会 你应该要看一下 这个研究报告有没有利用价值 当然基本上 你们在审核补助的时候 你们就会考量到这个问题 这个研究报告对未来的发展有没有帮助 未来的这个民生或者是未来的国防 或者未来的产业有没有帮助 你们一定会去审核 你们才会补助 并不是说他给你申请多少钱 你就补助多少钱 你们一定有一个审核机制 当这个审核机制在的时候 你们就可以知道了解他的研究报告 对于未来有什么帮助 当他整个报告出来了以后 我们就应该除了他的自己勾选的相关单位之外 我们国歌会应该还有一个机制 把它送到其他相关单位去做参考 去做研究 好 我以为这个部分我也承诺 我们会更主动一点 好 但设计一个更主动一点的办法 对 那刚刚前辈委员也提到过 陈树桂陈委员也提到过 我们国歌会国家型计划 一年三百多亿 食品安全的计划有没有 我们什么时候可以有 那当然今年的预算已经到现在为止 已经十月底了 我们明年能不能针对食品安全的部分 我们有个专案把我们的一些研究计划 针对食品卫生方面去做检查 或者是做提升我们食品安全的一些相关的研究报告 甚至把国家型计划都摆进去 有没有可能 我要跟副主委确实的研究一下 因为我没有办法保证委员 那是不是副主委会说明一下 孙副主委 我想跟委员报告一下 刚才很多委员都提到这个公共利益 或者这个人民有资的权利 那真的牵涉到公共利益 严重的部分我们是会主动去公开 可是怎么判断这个公共利益 它有轻有重 然后有些东西不见得可靠 假如有一个研究报告说 我今天研究了三个人 其中有一个人喝咖啡 然后他致癌 这个因果关联是不明确的 我知道 统计数字是不明确的 这种报告出来 我们没有办法去公共 要有一个机制嘛 对 对不对 要有一个机制嘛 对不对 我们需要做一个判断 什么样的情况下 我就必须要马上公开 什么样的情况下 我马上就给相关单位去做继续研究 应该要有个机制嘛 对 对不对 所以这个机制 这是我们刚刚讲的这个机制 另外一个就是说 我们每年几百亿的国家型计划 或者是个人计划 针对食品的安全的卫生 如何保障食品安全卫生 我们可不可以用国家型计划 去做一个专案 来针对我们食品安全 因为以现在来看 民众都还产生一个怀疑 我们到底吃什么可以安全 我们有什么可以安全 对 你说大豆黄豆 鸡改 对不对 到底有没有办法检出 我今天市面上这瓶豆浆 你有没有办法检验出 这是鸡改的豆浆 黄豆还是非鸡改的豆浆 那标示全部都是非鸡改 可是依照食品卫生 5%以上的就是鸡改 就标鸡改 你有没有办法去检测出来 比如这个树化剂 你有没有办法针对这一个东西 那个橄榄油 它到底是用化学要做的 还是用掺杂的 还是纯的橄榄油 还是什么样的东西 我们这件出了那么多的食品安全的卫生的问题 我们有没有办法去做针对食品安全的检验 或者食品安全的这个方面 让民众吃的安心的部分订出一个专案去做研究 我想在食品安全检验的技术方面 这个我们可以去研发 那这个大概规格不需要到国家型计划 这个可以用专案的方式去补助这方面的研究 我想不管用国家型计划也好 用个人的申请的也好 或者是用专案的方式也好 最重要的就是我们政府有没有决心去做 我们各单位有没有决心配合 大家一起来为维护我们食品安全来努力 如果你光靠 那卫生部去检查 没有用嘛 因为很多检查的程序要花很长的一点时间 当你检查出结果的时候 东西已经吃到肚子里面去了 所以有些很多的东西 我们可不可以用这种专案的方式来立刻来处理 我会跟张善政政委去商量这个事情 很快的时间给我远一个答复 你讲到这个 我们就希望你赶快当科技汇报的副主委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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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